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到了红枣跟核桃 妥妥的养生款 如果面包底是我爱的米面包底 那我可以给它十分的满分 这家乐乐茶旁边正好是一家拉面店嘛 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份炸鸡用来解腻的 没想到这个炸鸡比我的面包还要腻 其实主要它这个酱调都不怎么好 没什么酸味 我不太喜欢那种酸酸甜甜一点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以为这个酱很甜 不 它只是一个连甜味都没有没什么味道 只会让你长胖的卡路里杀手 高中海在欧雷买了一个巧克力的牛角面包 这下知道为什么特地还要点一份炸鸡用来解腻了吧 真的是我随手拿的一款 没想到味道在我的意料之上 它最上面的一层是巧克力脆皮 内馅还有巧克力酱 虽然它的内馅看起来有一些空旷 不过巧克力味还是蛮浓郁的 而且口感也不错 晚饭时间打卡了一家环境还不错的粤菜 其实吧 我主要就是看上它家这个 芝士咸蛋黄芋泥肠粉了 把肠粉做成了甜饼的意思 这一盘是他家的红利炒饭 色泽诱人 吃起来特别像我自己做的酱油炒饭 里面还加了虾仁跟干贝 米饭的口感略湿软 稍微干一点的话会更好 大家有好coco的羊毛吗 如果未来一个月无长肉的话 100%就是coco的原因 炒饭里为数不多的干货 梦中情饭就是每挖一勺 上面都有大块的虾仁或是肉肉 这种饭估计也只有在家里才能吃到了 可能因为肠粉 新鲜的做法第一口觉得还蛮不错的 到后面就觉得略显普通 吃粤菜的必点当然就是虾脚黄了 它家虾脚黄我还蛮喜欢的 够到好大一个 咬下去满满的虾肉 而且还有汁水淌出来 下午买了zaku zaku家的泡芙 因为买的时候懒得粘牙套嘛 就流到了现在才吃 外壳已经少了新鲜出炉时的酥脆 好在里面的卡士达酱还没有完全融化 把泡芙皮浸湿 表面裹着扁桃仁咬下去 咔嚓咔嚓 甜甜的奶香味 梦想是早日能实现 泡芙自由 仔细想想今生想实现的梦想还蛮多的呢 我点菜就是会莫名其妙 被一些小甜品给吸引住 这是我点的紫米烟绒古早味蛋糕 咱这是说味道真的很古早 奶油中间夹杂着紫米 奶油好腻啊 不是我喜欢的奶油类型 这个古早的价钱加两个硬币 都可以买两根刚刚的泡芙棒了都 不是很推荐点他家的甜品 都有一些拉款 鼓起勇气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粗糙的蛋糕底跟一口腻住的奶油 真的爱不起来 还是来一口酸菜鱼里面的土豆粉吧 里面还会有萝卫丝 还点了一份香草冰淇淋的红糖瓷吧 微微融化的香草冰淇淋都挂在了热乎的瓷吧上面 搭配全在我的点上 但是我觉得品质一般 厚甜厚甜的 瓷吧是一厘米一厘米组成的 没有达到万苏里诺的那种口感 肠粉上面除了海苔肉松 还挂了两条沙拉酱 整体是咸甜的软糯口 讲真他家甜品都一般 只要失望的揪两口俺的奶茶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彻底放弃古早蛋糕 想把它吃完了 但实在是腻住了 解锁入冻四间套汁 盆在手心里的热乎奶茶 喝的是鲜鱼新颗牛奶 另外还加了珍珠 小coka好像只能点中杯的 加料珍珠跟升级大杯是另外的价倾 到家发现鱼总又给我寄了好吃的 深夜九点半也抵挡不住长肉的风险 感谢鱼总几乎让我吃遍了千龙酥饼 这个海苔肉松小杯的蛋糕饼会比暴时腹的厚 然后会更扎实一些 里面的白色的酱也巨多的 咸点口会有一点偏酸 小杯的个头会比暴时腐家的个头更大一点 吃一个还好没有感觉到腻 但这大半夜呢 咱吃一个就行了 还有他家的蹄子麻薯 自从上次吃了卢西荷的麻薯之后 我又被麻薯给套头了 麻薯上面的葡萄干分布的不是很均匀 晕起好的话有些麻薯上面好几个葡萄干 有的麻薯就一个葡萄干也没有 有葡萄干的就比较甜 现在有一点罪恶 感觉他家麻薯的面粉味比较重 这个好像也是什么诺基基 余总说这是他最爱的高团 叫徽之团 这一天晚上我是没有加热直接吃的 他跟艾草青团一样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是一个实心的小球 中间是没有馅料的 软弄中少了一丝嚼劲 第二次吃麻薯乳酪的真的超对我胃口 奶香味超浓郁 还夹杂着淡淡的黄油香气 这个好好吃啊 这个好好吃啊 内馅是绿豆泥加乳酪馅 绿豆泥丝毫没有豆腥气 大名顶顶的虎皮卷 超级大的虎皮卷 乾隆酥饼加的虎皮卷真的不用多说了 超级多的沙拉酱 加上软嫩的虎皮 跟松软的蛋糕体 奶香的酱带一点酸味 吃起来会有一些糊嘴 酱给的很多 但每次吃一整个都不会感觉到腻 一层一层往中间吃 你就会发现他中间的奶酱更多 肉丝 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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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用一个灰之团来清清口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